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作词 作词 遗予 着春着着呢 等汤 TOD DaNa 爸爸爸爸骂云仰拉孔那久西政大主持人 啊!哦!哦! 哦! 字步是不是够 WinWa odpow機里 alpha anzas 合作风格 王 啊!哦!哦! emphas 咖咖咖咖咖哒 ом 那 Ec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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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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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修行人 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首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医治一位具有三巧方便的 精通一切显密经论的这样的上师要医治 然后上师经常也是应该 通过方便方法来对他进行开设 这一点极为重要 自己对上师应该有畏惧的心 恭敬之心 这样的有言者应该说是他的相续当中 很强地能分析正念 就是他处于正念当中 不会失去正念的 那么对上师没有无一举心 一般来讲有些时候可能 一直的时间太长了以后 把上师看着一般的普通人来对待 自己的好朋友 自己的领导 自己的一些主观负责人 但是一般来讲 对上师应该有一种 怎么说 你对他越恭敬的时候 越害怕 有这种 一方面对上师应该是恭敬的 自己身口意的所有功德 依靠上师而获得的 所以上师从他的功德 从他的威德 悲心 智慧 从哪方面来讲 一般来讲 弟子不可能超越上师的 也没有理由不恭敬 应该对上师恭敬的 另一方面 这样仅仅是一个恭敬 也不行的 对上师有惧怕自信 害怕上师不高兴 害怕得罪上师 害怕上师不舍受自己 舍弃自己 有很多方面的顾虑 那么我们所谓的功德 依靠恭敬心而产生的 因此所有的我们的佛法 依靠上师而成的 佛陀在《般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佛法皆以善知识 功德胜主佛所说 佛陀在《般若经》当中 也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佛法 全部都是依靠善知识 那么这一点 功德胜主 就是我论者大师佛陀所开始的 千诚万确的 没有任何怀疑的 因此自相续当中 要生起正念的话 第一个是 大家不要离开上师 有条件 有机会的 有些在依静上师的过程当中 没有必要轻易地离开 作为上师 他随时都是有他的无形的价值 也有一些 他直接的开示 我论者大师佛陀在《般若经》中 也论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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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我论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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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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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第二个原因 也是内在的因缘 内在的因缘也是自己具有一些惭愧心来生起正念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就是上师的摄受 内在的因缘应该始终都要注意 要想到 要想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 就是复毁儿子圆满的佛陀 以及世间上是超声共的菩萨们 这些诸佛菩萨实际上早已已经具有能照见一切万法的慧眼 他能照见世间上的一切万世万物的法 就像是阿姆罗果放在书章当中一样的 世间的一切万法全部无于照见的 那么无于照见的话 作为我一个修行人 千万不能认为是 这个上师不知道 佛陀不知道 什么都可能不会知道吧 我在背后或者是别人 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听不到的地方 做一些坏事 不如法的行为 谁也看不到 千万不能这么想 因为佛照见一切的缘故 我们的所作所为 一言一行 一句一懂 这种七行动念和言行举止 全部在佛的智慧面前 照见无语的 就像我们一个没有眼睛的盲人 他坐在一个具言者的人面前 做坏事一样的 那么他自己虽然看不见 这些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景象 但是诸佛菩萨 诸以六世当中能照见我们的一切 《净土教言》当中也不是有吧 阿弥陀佛 诸以六世当中 照见我们所有众生的七行动念 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美国人的内容 对卫生的诺断 来自七局为了 我给你一个坐在一个慢慢的 执行出来 在美国人的宝宝会 您们是听说的 有没有照片 我们可以说一句話 我想我们就这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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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惭愧心 惭愧 只惭有愧的这样一种心 还有对上师和诸佛菩萨有恭敬心 我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在诸佛菩萨面前不应该这样的 不能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又要害怕 又要恭敬 有这样的心态 那么我们所作所为会如法的 而且自相续当中 很容易生起正念了 就是平时都是你这种心态 一直念念不忘的话 那么自相续当中也会生起这种功德的 佛陀在《弥勒四合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有些出家人认为在因地的地方 佛陀也看不见 然后其他的人也看不见 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谁也不知道 有这种想法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颠倒作业 佛陀诸佛菩萨随时能召见 一切众生的行为 别人不见的地方 应该行为要更为如法 等等 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这种情况的话 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缘 内在的因缘是什么呢 始终都认为是 诸佛菩萨会了知我的一切心态 这样的这种心态 始终都不离的话 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的正念 很容易地生得起来 这是内在的因缘 主席有很多对方 但是這個对方希望必很重要 谢谢大家 会竟员前还给我 END worker 成绩还不要 switches 快好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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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就是这样产生的果是什么样呢 寻此夫妻亦因随念佛 那么这个果有两端 第一个就是说 通过我们上面的依靠善知识 也有恐惧 恭敬等等这样能产生正念的 然后依靠我们随时的正念 一念佛陀 一念上师 一念诸佛菩萨的这样的心态 我们的相续当中很容易地能再次地生起 随念佛的这种心态 意思就是这样 依靠上师的这些道理 因为外缘和内缘 依靠这些上师的种种道理 我们的相续当中能再次地产生什么呢 就是随念佛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经常想 依静三知识 上师是佛的化身 从外缘的角度来讲 也这样想 然后从内缘的角度来讲 我不能说 不好意思 诸佛菩萨是完全能召见 我的一些不好的心愿 多不好啊 应该这样想的话 那么自相续当中产生 随念佛的功德 随念佛大家都应该清楚 《现广主要论》里面讲 次第加行的时候 也是讲了六随念 布施随念 四戒随念 本尊随念 还有随念三宝 《亲友书》当中也讲过 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 功德最大的就是六随念 尤其是我们随念佛的话 实际上所有的随念法和 随念圣众的功德自然而然产生 这样的人的相续当中 佛也是时时都是会加持的 那么我们心也经常 处于一种念念之士不忘 佛陀始终都是心里 有一种对佛陀的感恩之心 对佛陀的清净之心 恭敬之心 随时出现 随时出现的话 那么我们的言行举止 都有佛的加持 在佛的一种加持的气氛当中 就是在运行 这样以后我们也不会出现违缘 因为把我们的来说明明简所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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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观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为了护持自己心的大门 如果心的大门没有好好护持 各种各样烦恼的强盗和贼群这些 随时都会来的 他们一直在外面看着的 看我们有没有正念的门位啊 如果没有这个门位 那么昨天讲的无正知的这种性说 无正知实际上是烦恼的一种性说 各种各样的人都是经常跑进来的 所以安门位的必要是有的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在我们行使包括当中 就是无始以来所积累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善法方面的财富 那这些财富我应该值得保护 如果正念做了的话 那个正知 经常山门观察的正知 他也做了 如果你正念经常的 念念不忘的这种心态 经常有的话 我们这个正知就随时都会到来的 所以正知和正念之间的关系 应该互相有一种相互相承 或者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关系 只要有正念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是通过自己的感觉也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天天观想佛多 那么天天观想佛多的话 这个人肯定经常要观察自己的善门 如果这个人经常观察自己的善门 那么他经常也会观想一些自己的善法 这一点肯定会有的 所以他们之间应该有这样的关系 这样以后 正知即使说他中间离开了一段时间 他根本没有观察自己的善门 只要有正念的时候 他也又回来了 我们有时候离开 是没有用的 那么他已经回来了 刘呆 committed 现在不是 eben 今天永远那么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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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讲正知 下面护持正知的教言 护持正知的方法也分三个方面 首先讲的正知的前行 这个教言就是讲的正知 我们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 行住 作恶 言行取之 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心态 自己心态善还是不善 或者是无敬 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态做的一些不善的行为 那么尽量把它放下来 如果只认为是一些无际的状态 看看能不能把它转变为善法 如果善法的一些行为你必须要去做 这一点做任何一件事情的开头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善事 一定要觉得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相续当中产生一些不好的分别念 如果不好的分别念 它跟烦恼相应的 烦恼相应的话 它的果报应该说是在善意趣当中 就是有什么异熟果报呢 我们众生的分别念真的顺心万变的 一会儿变成这样 一会儿变成那样的 然后它在给你进行智慧的时候 看你的动机善还是不善的 如果动机善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管怎么样 尽心尽力去做 如果你动机不善 马上要停止这件事情 马上要停止这件事情 一般来讲一个人心里面想的 不一定全部都要做 尤其是造的恶业方面 千万不能做的 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说过吧 我们一般的人心里面所想的 全部不一定是要付诸于心 如果全部要做的话 对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火花 尤其是我们在这里也已经讲了 知道自己的过失以后 自己应该即时地很稳重地坚持 像一棵树那样的 就是一棵树 大家也应该清楚 它一般不容易被微风吹动 不会的 那么我们的心也应该 就像一棵大树 或者如山王一样 外面的各种烦恼 各种外面的引诱 最好都是不要吹动 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 对自己的修行不能要求得特别高 一直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现在有些人是这样的 自己一定要 很快的时间当中要修持 如果修不胜 马上要别的地方去 到哪里 所谓的修行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自己应该稳重地 如理如实地修行 如理如实地修行 最后自己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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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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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